第十九题乘上题甲乙两车在3秒10的运动情形下列合者正确 我们从图上看到ST图都是斜直线 表示甲乙两车都做等速度运动 那么我们的甲车0秒的时候再0 10秒的时候再10 所以它的速度是每秒1公尺 而我们的乙车0秒的时候再10 10秒的时候再0 所以它的速度是-1每秒1公尺 也就是我们甲乙两车的速度大小 也就是速率是一样的 但是方向不一样 前面那题讲解的时候说了 一个向东一个就向C 所以呢A跟B的选项都是错的 我们甲车的速率是等于乙车的速率 但是速度的是不相同 因为它的方向不同 但是大小是相同的 而我们的甲车呢 我们的每秒会走1公尺 所以它如果走了3秒 它会从0走到3的位置 原来开始是0 位移走了3公尺 所以走到3 那么我们的乙车的速率是-1 那么一样花了3秒 所以它也会走到-3 它原来在10 然后走了-3会走到7 所以呢乙会走到7 甲会走到3 那么这两个距离呢就是4 所以呢在3秒的时候 甲乙两车相距是4公尺 所以选项C是错的 选项珠是对的 第19题问我们说 甲乙两车在3秒时的运动情形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择是诸 甲乙两车相距4公尺 那条下xe Child 地 我答案选我 中文